我希望最初是你 后来是你 最终也是你 我不爱你 谁爱你 不能让你的亲朋 我的故人 笑站杨子有多 你借给你我的花 我借给你 直到你当灿烂的光芽 我借给你我的家族的聚会 原子为何出现在小评中呢 要说一声之所以有一定的热度 是因为肖站杨子是最大的工程 两大编织点流的合作 和网友们带来不少的看透 也用了一种超自然灵气 用不少的粉丝客商他们 肖站本是以爱都出道 但是临时宴巧合原小橘色 从此被演戏来了兴趣 并走上了触摸扁连圈的道路 其实这一种肖站的选择是对的 因是严重千名中的为无限 与脚背受人喜爱 遇到后来温柔扭加的步步步一生 给观众留下了很多好角色 也因此修复到李大夫粉丝 前以养子合作一生后 两人的关系更是让人终于不透 一次周围网友发出 在19年萧正生日的时候 演梦家座床序 所谓是私人害罪 而家豪又是在赵黄娃晒出的照片中 居然有姊妹跟着一起合照 这不经望网友遇过演梦家座的聚会 为何会出现养子 还猜测姊妹是不是萧正在过去的 毕竟两人当时还在拍摄余生 而在余生赏情当天也是姊妹的生日 小战还为姊妹准备了惊喜 并且在姊妹晒出的图片中 可以发现姊妹的背后是小战 这么看来信息量是真挺大 场景三 记者小姐姐 场景四 肖战如此帅气一男的 竟然出道到现在都是单身 也是让不少人觉得惊讶呀 此前与李明星合作时 肖战都会刻意保持距离 毕竟男为婚女为嫁 也不能传出太多的绯闻 这是对女生极其的不负责任 但余生的花絮中 一开始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但与杨子混熟之后 竟然时常调侃杨子 有时候两人还会听歌诗曲 张显水才是真正的中华小曲库 一来一往 杨子与肖战就成为很好的普通朋友 但完全没有男女之情 毕竟能与杨子玩得开的男生 都会被杨子当成兄弟 杨子这个搞笑女就是如此 而肖战也不例外 但就算如此 也太妨碍肖战会不会喜欢上杨子 爱情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日夜相处可能不会有感情 一旦几天不见就灰心痒痒 当肖战被调侃 你是暗恋杨子吗 怎料肖战下意识一句 小猴子谁不喜欢呀 众规众矩的回答 杨子都会逗笑 肖战还是很会顾忌女生的颜面 场景6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我们俩逛街 突然一陌生人跟我说 我想要引男朋友联系方式 我肯定想 就走了 我给你拉着就走了 肖战和杨子在剧里的互动 填后了不少网友 大家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两人在电场的感情真的是非常好 众所周知杨子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正是这样不少男明星和杨子都处成了兄弟 但这次杨子在云生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 杨子一赶以往的大大咧咧 他在肖战面前总是一脸娇羞 喜欢爱吃醋爱撒娇 或许杨子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才会让他有如此不一样的表现 毕竟号称少女杀手的肖战 他的魅力不容想去 稍有不慎就会掉入肖战的怀抱里 杨子和肖战长期相处 难保双方不会有心动的迹象 有一天肖战在街上被要联系方式 杨子看到吃醋拉着肖战就走 肖战看到杨子这么激动的反应都愣住了 杨子一直都是没心没肺的形象 从未看过他吃醋的样子 原来面对心爱的人 杨子也逃不出吃醋这个真相地 肖战对于杨子吃醋的反应会有什么表现呢 但这不代表战哥已经输了 因为属于战哥的战场才刚刚开始 二列哥举着拳头 自信拉开步伐朝台上走去 不去任何流言蜚语 看到这儿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有人会一直坚定不移的 可余生夫妇 因为他们之间的一个眼神 一个微笑 胜过千言万语 姊妹在舞台上等战哥 第一次回头 是姊妹看战哥来了没有 的 场景吧 是是是 最近喜欢看一些影视剧什么的 什么问题 你能教着我啊 他要怎么做 他是一个小派呀 是的 哎 哇 第一缕阳光是一期咖啡的时光 可以可以 肖战身为如今顶流明星 展现出来的是气质非凡的立场 影挺街衣的五官和那浑厚的男中印 肖战好似一位西方宫廷中的王子 但这样完美的肖战却是直接一头栽倒在杨子这里 肖战在26岁的时候才决定转行进入娱乐圈 很多人对于人生都是拟来顺受 而肖战却是在事业顺风顺水之时已然决定了追寻自己的梦想 但是总作黄天不负有心然 肖战从出演陈情令后一举爆红 如今更是进入了娱乐圈顶流行列 事实上自从杨子和肖战合作了余生之后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恋爱中小女人的气息 不但皮肤变好了 身材也好了 精神也更加焕发了 从起初那个把合作的男明星们当作兄弟相处的小猴子 妖身一变成了现在温婉的小女人模样 很难不让人多想 是不是真的在和肖战悄悄谈恋爱呀 两人都受过感情的挫折 而如今在顶风相见 更是让人想看到他们接下来的故事有多美好 值得注意的是 在前两天肖战在一场直播中 还提到了自己最近有在看电视剧 就是不知道究竟是在看星汉灿烂还是沉香如泻了呀 不过还有一件非常巧合的事 在肖战与田川的合作中 有一个环节让他制作咖啡 他直接选择了小太阳的一花 众所周知的是 肖战的小太阳也只有杨子吧 好像有一次我在跟他开玩笑 因为现场我比较喜欢那个活跃气氛 在那儿就在现场 他就掌握我说 好杨子啊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还真的是谈不到男朋友了 他说我认为男生喜欢的类型是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很认真在跟我说 其实肖战在大众眼前很少跟女明星走得近 可是杨子在肖战这里就好像是个独一无二的意外 一厢高热的大帅的肖战 在杨子这里彻底丧失了抵抗力 在片场肖战几乎是已有空就跑到杨子身边 不光锁定在杨子身上 不得不让人怀疑 肖战是不是故位上身 变成丁气狂魔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没有遇到杨子之前 肖战的理想性是非常明显的前期良母 可是在遇到杨子后肖战就开始说 喜欢那种善良 简单 不肥不胖的 很难不让人怀疑肖战的理想性再向杨子靠近呢 回看小猴子的恋爱时 不难发现杨子的严控属性真的超明显 这下子遇上亚太第一帅个肖战 不免让人怀疑严控的小猴子 会不会对肖战日久生情呢 一次在天场 肖战吐槽杨子你性格太男孩子了 这样子会找不到男朋友的 没想到杨子竟然在采访中说起这段话 不过瞧杨子一脸笑意的神情 但绝想要大家替自己神速燕君呢 先杨子与肖战搭档余生之后 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特别是杨子十分八卦的人 时常调侃大帅哥肖战 完全就是站在好友角度 毕竟杨子当所有的男生 都是兄弟而已 绝对没有非分之想 杨子虽然是这样想 但就不清楚肖战会不会因戏生情了 毕竟杨子虽然不是淑女 但热情开朗的性格 也时常逗笑身边的人 更何况杨子还是一个大美女 也是实力派演员 目前有颜值又有实力的女明星 已经不多了 最主要是肖战也是一个可依靠的好男人 当初肖战也曾提过35岁后 才考虑结婚生子 先把事业稳定下来 而杨子与肖战也只不过相差一岁 说到底两人还是很般配的 怎料在余生花絮中 杨子嫖侃肖战 你如此帅气 又那么有才华会没女朋友 怎料肖战说漏嘴一句 女朋友就没有 女性朋友就有一个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杨子都愣住 难道肖战对杨子有好感 场景十一 我觉得担心 而且包括像现在这个社会 对外貌都是 无论那个人自己说自己 其实我对外貌没有什么要求 钟情 像小时候我们看那种 美国的那种爱情电影 一见钟情就觉得很美好 然后就一眼万年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 你理性到这种程度了 至少我没有遇到过 所以我不太相信一见钟情 我要是见到很漂亮的女生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场景十三 我都不知道 场景十四 场景十五 场景十六 开始可能会着急焦虑想去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的 后来你发现其实没用 你就是去做给大家看 早晚一天就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种声音你就会发现 慢慢就会没有了 我觉得是被需要 我觉得救赎什么的这个东西 可能离我们都很远 至少我生活都是比较的健康跟正常的 所以其实我并不需要被这种生活中谁来救赎我 所以我自己过得也很开心 那我可能需要的一个是 一加一大于二 场景十六 场景二十二 手机 不知道动作和站位 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直接发 女同事满不满意不重要 我觉得好看就行 都按我的审美来 回去发是发了 就是没给人家发原图 咱也不知道 矿学 场景时期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